天启皇帝少年的时候啊 就爱跟宫女们啊 在这儿啊 玩捉迷藏 这天启皇帝跟这帮宫女就说了 哎哎哎哎 跟你们说啊 谁要能凿凿我啊 有赏钱 这一听有赏钱 这宫女们当然乐了 其声答应 好嘞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士 今天啊 我接着陪您 遛这故宫的前行宫 接着上回那话头呢 咱们还是得聊聊 这乾清宫的一些小秘密 您看这乾清宫的月台了 除了两边的台阶啊 在正前方 哎也就是南边啊 它一共有三条通道 正中间呢 当然就是那条玉道丹壁桥了 那条丹壁桥啊 只能皇上他们家人走 可象征着王权了 那大臣从哪过来呀 哎这大臣呢 就得走两边的台阶了 在这丹壁桥啊 和两侧台阶的下边啊 各有一条穿行的寒洞 不知道啊 您注意过没有 这条寒洞啊 就是今儿咱们要讲的第一个 乾清宫的小秘密 这寒洞啊 它还有专属的名字 它叫啊 大老虎洞 其实啊 它叫老虎洞 这老虎洞 它是干嘛使的呢 难道说 它跟北海的暴房一样 是为这君王取乐 里边曾经豢养过 大型野生动物吗 哎不是 您明显想多了 这老虎洞啊 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啊 上面一个别有的名词 说白了呀 就是过街的寒洞 再要是忘通俗的讲啊 就是那个地道桥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甭管几环 您都能在立交桥上 发现这种寒洞的身影 哎这个 在中国传统建筑上 就叫做老虎洞 北京城叫老虎洞的地方啊 可不是就这一处 在天潭也有一个老虎洞 功能啊 和这里是一样的 还有一处老虎洞呢 在海淀区 那儿啊 倒是看不见这么一个实际的寒洞 在那摆着 可是啊 那个地方啊 原来是万元之元 元明园 那儿宫殿的老虎洞 这个宫殿啊 是被英法联军给烧毁了 但是呢 这地名却传了下来 说白了 这老虎洞到底是干嘛用的 谁走啊 通常呢 就是宫女太监和杂役 您想了 刚才咱们说那丹壁桥 连大臣都不能走 那宫女和太监能随便走吗 并且啊 这种老虎洞啊 通常都是下人们回避危矣 您比方说天坛吧 这皇上啊 领着满朝文武啊 正在那儿积着天呢 这会儿啊 这小太监呀 有要紧的事 需要穿过仪仗队 难不成他还敢大大方方的 从皇上屁股后头 直接就穿过去吗 不能啊 但是这种事情 也是回避不了的 所以这工匠们呢 就脑洞大开的 在宫殿的台队的 在宫殿的台阶的嫡妻呀 修了这种老虎洞 这乾清宫的老虎洞 就走宫女太监吗 哎 其实也不尽然 据传说呀 这儿啊 还来过一位大人物 夺得的人物 皇上 天启皇帝 就是那小木匠皇上 朱油孝 您想啊 他都小木匠了 他能不爱玩吗 天启皇帝 这少年的时候啊 就爱跟宫殿们啊 在这儿啊 玩捉迷藏 这天启皇 你跟这帮宫殿就说了 哎哎哎哎 干你们算啊 谁要能找的我啊 有赏钱 这一听有赏钱 这宫殿们 当然乐了 其声答应 好嘞 游戏开始 这朱油孝呢 转头就扎进这老虎洞里了 可是啊 不出两分钟 他准能让那领头的宫殿 从老虎洞里给揪出来 这天启皇帝 自个儿也纳了闷了 好嘛 那么哪一回你都能找着赞呢 这怪啊 就怪在皇上身上 带那个香囊带了 那里边的香料 它能是一般的香料吗 我想啊 那肯定是 舍香 檀香 龙岩香什么的 宫女儿还用费了劲 满事去学吗 闻着味儿就找着了呀 这皇上也算闻美了呀 把赏钱一分 是哈哈一乐 得 稀早睡觉 您别说啊 这学徒我呀 还真惊着过 这老虎洞开放的时候 如今呢 这是封死了 不开放了 为什么呀 您看这故宫了嘛 游人啊 是一天比一天多 这个空间又非常的狭小 如果一旦出现了彩踏事件呢 那是谁都不愿意看见的事 昨儿不是跟您说了吗 今儿咱们要聊啊 咱们就聊两个 关于这个前清宫的小秘密 接着咱们往后走 上了月台啊 穿过前清宫 后边就是焦泰殿和昆宁宫 昆宁宫前头啊 围着焦泰殿 有一圈啊 琉璃坎墙 当年建这堵琉璃花墙子呀 它主要就是为了安全着想 你想啊 这皇上娘娘呢 从这路过 一不小心 磁溜 啪 从这儿月台上掉下去了 磕破了鼻子 强破了脸啊 那还是轻的 这要是把大胯摔舌了 那多疼啊 那个 还别说皇上娘娘 摔了宫女太监也不合适啊 所以啊 就在这儿建了这道坎墙 它是为了安全着想 您要是仔细看呢 这坎墙上用的很多琉璃砖 它上边有戳子 这些个戳技啊 都是满汉文 写的是官窑静灶 旁边啊 还有年号 是嘉庆三年 它为什么都是嘉庆三年烧制的呢 因为啊 在嘉庆二年的时候 乾清宫着了大火 把后边的焦太殿和昆宁宫啊 也练了宗了 这两座宫殿 一同被大火吞没了 到了嘉庆三年的时候 重修乾清宫 哎 这些琉璃砖啊 就是那会儿烧灶的 从嘉庆三年到今天啊 日月沧桑 您看啊 很多琉璃砖 已经崩了柚子了 不过呢 仍然能看出 这道矮墙的奢华 您要是再仔细看呢 保不齐 就把您的鼻子气歪了 反正我是看完了啊 替皇上恨得好 您看这戳技前盖的啊 有的呢 前盖在这 没柚子一面 这也是正理啊 因为这样 它不影响外观漂亮啊 有的呢 直接就印在了 有柚子的一面 我们都知道啊 底块底块的嘛 肯定啊 都是把这些戳技 印在这个器物的阴面上 怎么能直接在脸上盖一个戳子呢 咱们从这矮墙上啊 能看得出来 这些个砖啊 都是单面试诱 其实这无可厚非啊 节省材料嘛 您知道啊 当年烧造这些琉璃砖的诱料啊 那是相当昂贵的 不露天的一面 不试诱啊 这不是毛病 您看这琉璃瓦了吗 它也是上面有诱 底面没有诱 不过这器墙的瓦家 它过分了啊 您瞧啊 它竟然啊 把这底面无诱的一面 冲了上了 不能用不走心来形容它们啊 这种行为 那简直就是没脑子呀 这不就等于是 太和殿上的琉璃瓦 您把这阴面朝上用了 一个道理吗 也不知道当年这嘉庆皇帝 发现这事没有 他们是欺负嘉庆皇帝 好脾气了 这要是换了雍正皇帝 那打板子都是轻的 冲军 还得让这帮孙子赔钱 您瞧这乾清宫的故事啊 今儿咱们一下子就讲俩 明儿啊 您要是再来乾清宫的时候啊 这些小细节 您可以着重的溜溜 挺有意思的啊 这乾清宫的小故事啊 它有的是 您要是爱听啊 您就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编辑出来继续给您讲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今儿啊 咱们就到这儿 回见了您